各位家長好 我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一些大小的小朋友 如果他們從小學六年級升上中一 他們如何適應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經驗 我的小朋友六年級升上中一 他和一間學校升上去 所以我覺得是完全沒問題 即是直升沒什麼大問題 誰知道原來他們都要適應 就算同一間學校 環境都是由小學那邊升到中學那邊 第二件事 因為中學通常他們一定要收一些外內心 而這些外內心通常都會比較厲害 所以他們第一 已經不是完全是自己的同學 而另外競爭是大了 所以父母如果他們升上中一的時候 都不要輕害我 而我們父母有兩件事 我覺得我們是很需要留意的 他已經升上中一 即他已經十二、三歲了 所謂我們的年輕人 所以父母我們是要學放手 第二件事 我記得當時我最失落的是什麼呢 他們不用寫手冊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學校做了什麼 學了什麼 那你發覺死了 又問他呢 又不是幾個 千萬千萬記住 他們已經中一了 不要經常問他你學了什麼 你又認識了什麼朋友 這些就是大忌 因為他們開始認識他們自己的朋友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 他是有什麼新朋友 又怕他學壞 其實最好的就是 邀請他的朋友回來 甚至就算打遊戲 做project 看電視 或者少許不要太長的播劇 都是可以跟他們 你又認識了朋友 又知道他們平常做什麼 第二個我們要學的父母就是 讓孩子去學做選擇 他們升上中學 他們會有很多活動 又想學 又想玩 又想參加聚會 或者一些會 你就讓他選擇 你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你說 如果是我呢 那我就會 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什麼什麼 你就不要告訴他 你只可以選A 就不要選B 因為你又不夠時間讀書 溫書等等 而是你切身處地 你自己怎麼想 你會怎樣做 然後告訴他 讓他去學 和去做自己 他應該做的事 好嗎 我們要學放手的了 各位父母 拜拜